哈喽大家好,我是胡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案子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上 一对年轻的夫妇惨遭杀害 他们年仅七个月的孩子在已经死去的母亲怀里毫顾不止 这样的惨案是让人心痛不已 但让人震惊的是 引起这个惨案的原因仅仅是因为Facebook的好友取关 案件发生在2012年1月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上 故事还要从一个大龄少女珍妮说起 珍妮因为患有先天性的糖尿病 所以父母对她格外的溺爱 一直把她居在家中教养 所以珍妮也没有太多机会和异性接触 久久都没有谈恋爱 所以她的闺蜜处于好心 就把自己的哥哥比利介绍给了珍妮 珍妮和比利相约见了几次面 很快珍妮就被谈笑风筝的比利所吸引 并且一往情深 但是遗憾的是 比利并没有对珍妮产生太大的兴趣 而是爱上了刚刚新来的女同事 并且在没过多久之后 两人就迅速确认了关系 还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孩子 比利为了避免珍妮伤心 也为了避免珍妮不必要的纠葛 就将自己的表哥科德介绍给了珍妮 因为科德的年龄偏大 不仅是比利的表哥还是珍妮父母的朋友 所以两人是开始了秘密的交往 并不敢将另情公布给家人 原本剧情到这里 比利和珍妮都找到了各自喜欢的人 就可以大结局了 但是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珍妮此时收到了来自Facebook上 一个匿名人疯狂的谩骂 这突如其来的网络暴力 让珍妮一时间不知所措 常常哭泣 珍妮的母亲也察觉到了珍妮情绪的异常 就耐心的找珍妮谈心 在得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并立刻的帮珍妮写了一封公开信 挂在了网上 而珍妮母亲这样的做法 并没有阻止这场网络暴力 而让匿名者变得变本加厉 经过细细的推敲 珍妮认为这个匿名人一定是比利的老婆 所以开始了漫长的网络护怼过程 珍妮每天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所以珍妮的父母非常想帮女儿走出困境 还选择过报警 想将比利和她老婆神志一访 就这样因为一场网络暴力引起的战火 就蔓延到了现实中 不久之后 珍妮家被莫名其妙的石头砸了 这石头上还写着比利的名字 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了 大家想想看 有谁去砸别人家的窗户 还特意在石头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呢 一般都是做了坏事之后 立马就跑避免被发现才对 然而珍妮是十分确认这是比利所为 而且她非常的愤怒 认为这就是比利强硬的表态 就在珍妮家被砸几天之后 珍妮发现比利取关了她的Facebook好友 珍妮呢也立刻的取关了比利的账号 那么这对昔日的好友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究竟是谁用石头砸了珍妮家 那么这个案子背后到底有什么引擎呢 原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珍妮的妈妈一直收到一名叫克里斯的神秘人的邮件 这个神秘人自称是珍妮的同学 就职于CIA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她说她得知珍妮的遭遇后 非常的同情珍妮 并表示自己愿意不惜任何代价的保护珍妮 当珍妮的母亲看的这封邮件 是非常的担心和害怕 她立刻找来了自己的丈夫 和珍妮的线男友柯德 这两个人在看了珍妮母亲 和神秘人克里斯的往来邮件之后 都纷纷表示 克里斯在邮件中的所言是非常可信的 也因为柯德是比利的表哥 她知道比利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也可谓是非常的了解比利 同时她也透露了比利曾经贩卖过的物品 有过一些不良记录的事情 所以三个人都觉得比利非常有可能 因为最近的不愉快 而对珍妮产生想要杀害她的想法 这三个人坐在一起聊了很久 并且分析了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 他们最终认为比利夫妇意图谋害珍妮的事情 确凿无疑 于是三个人决定先下手为强 这就出现了视频一开始说的那一幕 比利夫妇双双被枪杀在家 凶手竟然是珍妮的父母和她的线男友柯德 大家认为这件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那么引起这三人行动的那个神秘人克里斯究竟是谁呢 故事最大的反转还在后面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询问 警方并没有发现教唆杀人的神秘人克里斯 调查人员逐渐意识到这个案子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很快他们通过对邮件IP地址的追踪 发现克里斯的邮件竟然是从珍妮家自己的电脑发出的 并且他们通过大量的分析和比对 发现克里斯的行文风格和珍妮的高度一致 没错神秘人克里斯竟然是珍妮本人 而且这所有的一切竟然是珍妮自导自演的一场复仇行动 这要从比利开始疏远珍妮是说起 那个时候珍妮的心理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后来当她得知比利很快和另外一个女人坠入爱河后 嫉妒和愤怒使她产生了报复心理 于是就有了后面这场复仇计划 而正是因为她这场复仇计划 不仅带走了比利夫妇两条无辜的生命 更是害了自己的父母和男友柯德 这样的真相和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 一个人能够理智和正确地看待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希望所有人在面对坎坷的时候 可以积极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心中充满阳光地去生活 好了今天的案子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频道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